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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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模相近 等级也应该相当 可以确定墓主人是西州诸侯级别 这也是在西北地区首次发现的 西州诸侯国国君级别的带墓道的大墓 而大型墓形质比较奇特 在墓室口部和墓道两侧 发现一条通道 与大墓侧旁的中型墓葬相连 这种墓葬形质是国内西州考古史上 首次发现的特殊墓葬形质 这个连通都是上半部分连通 不是整体上连通 上半部分连通 所以这种形质比较特殊 原来我们都认为这种形质 有可能都是汉代以后 才有这一类的墓葬形质 西州这个墓葬形质在这发现以后 就说明这个边疆地区 它也有一些特殊性 你说这个墓葬因为已经处于 这个边关区域了 周人最西北的边疆这一块了 所以就是它这个墓葬形质 就有一些自己的特殊性 考古队员在勘探时 就已经发现了墓葬的这种特殊形质 而这种互相连通的墓葬 目前在摇合园发现了四组 可能分属四代国君墓葬 初步断定就是这个墓葬 旁边的墓葬这种墓也是女性墓葬 可能就是她的什么夫人 这一类的 或者就是与她有关系的陪葬 在斜坡墓道中有训人 但并不是完整的人体骨骼 而是非常散乱 像是把人肢解之后再陪葬 墓道墓室的田土中有训生 比如牛 马 羊等 墓室二层台上放置有拆卸的车辆 训人和训生现象主要流行于商代 进入西州之后 州人基本不用训人训生的埋葬风俗 摇合园整个墓地现已发掘墓葬 全部有腰坑训狗的现象 再结合出土的商事鬼 商事盆等器物 考古人员初步判断 这是一处商移民的高等级家族墓地 我对这个墓葬抱的希望还比较大 因为这个墓葬属于墓葬区的比较大型的墓葬 它这个上面就是要6米乘以7米这么大的一个面积 就想着到即使是有四个倒洞碗 但是它到底下以后它这个墓室的面积因为大 它也有这个摸不着的地方 但是现在看来就是墓葬因为越往下收风以后 底下乘了一个6米乘6米的状况 然后又除了二层胎的宽度 剩下的就是3米乘4米的一个范围 然后有四个倒洞 所以现在这个希望已经比较渺茫了 这个头骨被现代人砍得也是够惨的 就是现在人倒角的时候在它头上留下的痕迹 倒角的时候用铁锹从这个位置砍出来 因为底下黑啥也看不见 就是这个前额相对来说 这个像一个男性 其他特征基本都是女性 通过来研究它的骨骼 看看就是这帮人是来自哪儿去向哪儿 比如说像这个地区的人 他可能有商文化的习俗 他是不是商人商代的人 他有周人文化习俗 他还是周人 以这个个体来看 就是说它的骨骼保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完整一些 虽然也残缺一部分 但对比别的个体来说它保存的相对好一点 我们能够通过它的骨盆 通过它的下颌 通过它的头骨 能看出它完全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女性的特征 然后通过它的牙齿毛号 通过它的骨缝的愈合程度 通过其他等等特征 我们看到可能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一个个体 在我国历史上 周五王灭伤以后 于公元前1046年建立了西周定都浩京 也就是今天的西安 在遥和园遗址发现之前 因商周考古遗址 在宁夏锦铃星发现 因此有学者认为 虽然有少数的西周人到达过这里 但是并没有建立有效统治 也就是说 周人并没有完全控制该区域 现如今 在遥和园遗址发现了 诸侯国国君级别的大型墓葬 而且还有一座城址的遗迹 考古队员不由地猜测 这里难道曾经是西周时期 分封的诸侯国吗 如果这个猜测成立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在我国有据可查的文献记录中 为什么就没有半点蛛丝马迹呢 如果不是诸侯国 又怎么可能会有 如此大规模的一座城址呢 对于遥和园遗址的考古发掘 必将填补一段历史空白 我们考古调查的时候 也经常要问一些聪明 这个地方有没有发现 什么砖网片呀 这一类的要问 但是民间实际上 没有关于这一类传说 但是没有的 人都不知道 而且这个民间的这些人 像这个周围区域这一部分人 大多都是外迁的 就是起码都是在这个 民情以后迁进来的人 或者更晚 对前段历史他肯定是不知道 在遥和园遗址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和发掘 墓葬的位置比较好判断 但是遗址的边界到哪里 有多大面积 又有多少功能区 还需要更加耐心细致的 勘探和发掘 尤其是功能区的发掘和研究 将决定城址的规模和级别 总之有太多疑问 在等待着考古队员们去解答 所以我们在当时呢 就是发掘之前呢 我们已经找了人 找来请了这个西安的相关的 考古钻探的一些人 他们有十几个人 专门就是在这个遗址上 开始开展钻探 所以我们就发现了 这个比较重要这个逐通作法 发现了这个道路 发现了壕沟 发现了墙堤 这是一条壕沟 就是我们现在路面上呢 有一部分在它东侧 有一部分被路现在占掉了 壕沟的这个东侧呢 就是墙体 我们现在要拆掉 这四个大棚 这大棚底下压的 就是一个大型的出水池子 墙河园遗址的发掘理念 是一种聚落考古的模式 所以考古人员 在发掘墓葬的过程中 就对整个遗址区 进行专题调查和重点勘探 确认了遗址有内外城的区分 并发现不同的功能区 比如筑铜作坊 制陶作坊 水池 墓葬区等 发现有壕沟宽五到六米 每发现一处功能区 就给考古队员带来一份惊喜 在周朝灭商朝之后 为了巩固国家政权 周天子分封了天下 将本国的土地连同人民 分别授予王族 功臣和贵族 让他们建立自己的领地 建立诸侯国 共同巩卫王室 分国面积大小不一 国君爵位也有高低 诸侯必须服从周王室 按期纳贡 并随同作战保卫王室 吕氏春秋观世记载 周知所封四百余 福国八百余 寻子如孝记载 周公兼治天下 立七十一国 姬姓独居五十三人 所以西周大封诸侯 是在周承王之时 这种分封治 也是中国目前许多姓氏的源头 考古队员们最初曾猜测 这里很有可能是一个西周分封的诸侯国 如今看来 这种猜测极有可能成为事实 但是也有些让人不解 如此大规模高级别城市 是属于西周时期的哪一个诸侯国呢 这个疑问一直营绕在考古队员的脑海中 经过认真细致的勘察 考古队员大体厘清了 姚河园遗址的结构和布局 整个遗址达六十二万平方米 有内外城之分 以遗址中部南北向的城墙 和曲齿形的壕沟为界 城指东部区域为内城区 城指西部为外城区 内城中目前已探明或已发掘有 墙体 壕沟 曲齿 墓葬区 作坊区 宫殿建筑机制 道路及房址等遗迹 外城主要由作坊区 如此健全的功能分区 完全是一个城市的构造和布局 从2017年开始 摇河园遗址的考古队员们除了冬天停工 其他时间都是没日没夜的紧张工作着 在墓葬区发掘中 他们发现了一种比较特殊的祭祀坑 树井状 口径较小 大约九十厘米 坑较深 十米左右 给发掘带来很大的困难 考古队员就实行了一种特殊的发掘手法 把祭祀坑的一侧生土挖掉 等于给祭祀坑做了一个抛面 做了一根抛面切下去 切下去以后把地层画了 画了以后就发现这个祭祀坑里面填埃的东西 它一般就是我们现在发现最底层的 它就是一个人 就是直接从上面扔下去的一个人 头是着地 脖子都给摔断了 有可能活着 然后中间它就是完整的一个羊 在它上面就是牛的骨头 也不是说残暴吧 就是这个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文化 这种人他已经就是摒弃这一类的 像人凶人生这一类的开始就不用了 就是像这个文明程度可能比较高 但是商人你说他没有文明 他也有文明 但是他就喜欢这样一个 墓葬很多文物被盗 没有被盗走 遗留下来的大多也已被破坏 给考古研究带来很大的损失 即便如此 姚河园遗址依然出土了种类丰富的文物 包括陶瓷 玉器 青铜器 骨角牙棒器等 比较多的原始瓷器有布 罐 豆等器类 出土这件粒呢 它就很重要 就可以对我们这个遗址做出这个时代的判定 就是这一件粒是典型这个西周中期偏晚 这个时间段的一个一个器物 所以就是这个建粒可以判断我们这个遗址的时代呢 从这个上代晚期可以一直延续到我们现在这个粒的时 每次下葬时间就到了这个西周中期偏晚 所以对我们遗址的定性很重要 考古学长历史判断实践最标准的一个东西 因为它有个形式画风 有个演变关系 在墓葬的发掘中 玉器种类涵盖比较广 鱼 螳螂 丙形器 串饰等 都是很典型的西周早期玉器的形制 这一类玉器陕西宝基渔国墓地 陕西张家坡西周墓地 三门峡国国墓地都有出土 形制上基本差不多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丙形器 这个丙形器在这个上代晚期都有发现 但具体它这个功用还现在不清楚 这个丙形器它很复杂 像这个张家坡墓地出土这个丙形器 它这个在这个死者的腰部 包括有的是在头部都有发现这个丙形器 所以它这个功用现在是人讨论的 但具体是怎么用不知道 但是起码有丙形器就代表了这个墓葬的级别 在墓葬区的南侧 筑铜作坊的发现 是整个遗址中的重大发现之一 对遗址的规格等基认定同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这里发现的和筑铜有关的大量逃犯种类非常丰富 有容器份证明可以铸造青铜锂器 什么顶轨粒这一类青铜锂器 另外呢还有这个车马器的份 发现这个车马器就可以它制造锣铃铃 可以制造锣铃铃制造这个铜炮这一类的 另外还有发现这个工具的份 它制造什么刀呀这一类小工具 经钻探和发掘 发现有许多和筑铜有关的遗物 主要有筑铜工具 炼渣 炉壁 古风管 泛泥等 还有烘饭窑 储水池 储泥池 整个筑铜作坊的区域面积大约4000平方米 通过发掘的灰坑 道路可以判断 当时筑铜活动比较频繁 和铜在党四国家之间有关控 也是一种稀有经历 国家肯定是要对这个盖不怪的表演 那么在这个地方能够出现这个铜铜的 有可能就是铜链子给 这个链子可能给收拳的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地方铸 这个说明的三文字 就是还是说明的这个目的 这种资源或者等级非常高 肯定是个测红日期的 不是说你每个国家都可以住 这个受这种管控就是一般来说 你要么你就跟周王关系特别紧密 然后他给你赏资工匠 你才有人才能做这些事 因为一般人他学不来这个东西 你也接触不到这个东西 遥和园墓葬区目前所发掘的墓葬 全部遭到盗掘 其盗洞每一座墓葬少则两三个 多则四五个 这么大规模的盗扰 使得墓葬区破坏严重 并且也没有出土青铜容器 兵器等大型青铜锂器 这导致对该墓地的器物随葬制度 锂器组合关系无法开展研究 这对油器用制度层面上升到 对人和社会制度进行研究来说 是个莫大的遗憾 好在遥和园遗址规模宏大 功能区布局明晰 可弥补这方面部分材料的缺失 现在就是从发绿的这一块区域 希望证明这个头骨在当时接触过铜器 有一片绿色的铜锈跟它在一块 就说明起码这个墓葬里面肯定是有铜器的 但是现在呢 它这个头骨已经被扰动 翻到了这个田土里面来 这就也证明了这个铜器呢 现在已经不在了 被盗走了 但是起码可以说明的问题就是 铜器跟这个墓主人同时下葬是肯定的 日落日出 斗转星移 新的一天总会有新的事情出现 长时间在发掘现场的马强队长 因是离开遥和园遗址去了银川 他刚一走 一件让他不敢相信的重大事件 好 原来 说是有块铜筒 我说 看到它在第三个银川 我拿手一扒拉 发现字了 我当时还没敢想是甲骨文 我说是什么样 赶紧给队长汇报一下吧 要拍的话就先录个视频 我们自己先留下 然后说照个像给他看 我一看这个照片 好家伙这么大一块 上面有字 清晰的字 当时就跳起来 很高兴 这个东西在这发现 所有人都想象不到的 甲骨文是刻在硅甲或瘦骨上 用于记录占卜活动内容的文字 又称占卜文字 甲骨刻词 早在十九世纪末期 河南安阳小屯村的农民 在翻耕土地时不断发现甲骨 并当作中药材龙骨使用 1899年 清朝国子剑记者王一荣 首次确定他的文字价值 进而研究确定 是商代占卜用的甲骨 后经王湘 罗振玉等学者研究 揭开了甲骨的奥秘 找到了殷虚 目前已发现甲骨 十五万片以上 有不相重复的单字 四千五百个左右 它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 堪称中国汉字的鼻祖 甲骨文 于古代两河流域 苏美尔人的蝎形文字 菲尼基字母 并称人类三大骨文字 除殷虚外 在山西 陕西 以及北京昌平白福村 也都有甲骨文出土 甲骨这个东西太珍贵了 它这个东西 不是说你哪个地方就能发现 有这个周文化的地方 你就能发现甲骨文 就是西州甲骨 发现的地点 不超过十个点可能 有些从医的加起来 最多有十三个点吧 在摇合园遗址 共发现了两块甲骨 一块是在M13斜坡木道的田土里面 是牛的肩甲骨 上有两行克瓷 三十五个字 另一块是M13联通的东侧过道里面 发现了一块硅的副甲 上有二十多个字 这两块甲骨的发现 对摇合园遗址的定性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加工是两条内容 一条就是呼 呼就是叫来一个人的意思 这一个人领了三十个人 去做啥 这个关键字不知认识 做啥 但是这个人到了 一页这个机房 到了这个 当这个机房 然后还到了一个机房 这个机房 名字现在还不认识 然后就是 加工就经常就问了 就是他讲 四王鸠 本来这个机房 写的四王审 就是这个人搞这个 做这个活动 有没有啥灾烂 有没有啥问题 他这个三十个人 就是当时他们 一个经常活动的 一个继承单位 这片牛肩甲骨上的 三十五个字 虽然部分文字 还不能完全被试读 但是大体意思已经明了 另一块硅的 副甲甲骨的发现 也同样很有戏剧性 刚发掘出来的时候 谁都没有发现上面 竟然有文字 在进行整理的 两个月的时间里 大家也相互拿着看 依然没有发现特别之处 这有一次 这个甲骨我都拿到手里 就在看 我在看 我说这个东西 正好它那个地方有残断 我要把它拼到一块去 在这个拼的过程中 我就在上面看 也看不出来啥 有一次就用那个放大镜 在上面看了看 这上面有字 这个发现很重要 因为这个甲骨这个字 基本上在指甲盖这个大小 就1.2厘米乘以1.7厘米 这么一个指甲盖的大小 这个范围内 里面有课字 有20多个字 原来这是一块 威克甲骨文 关于威克甲骨文 之前只有在陕西省 周园遗址有发现 宁夏瑶河园遗址 是目前我国第二处 发现威克甲骨文的地方 威克甲骨文发现 就是跟周园它们有关系 它也很很很重要 然后这里边这个上面这个字呢 我们现在可以识读的 像这个王字 还有月亮的月 月字 还有到哪去的这个志 到达志 志字 这可以识读的 有这么几个字 另外其他这个字呢 还要再识读 两块甲骨总共有五十多个字 有些字无法辨识 西周甲骨文有三千多字 这一次又增加了西周甲骨文单字的数量 威克甲骨文的雕刻技术 让人琢磨不透 在没有放大镜的年代 常人必定无法看清 它究竟是给谁看的 又想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根据陕西省祁山县凤厨村发现的 西周初年的甲骨文 所记载的内容 多是周与商王朝的关系 商王的狩猎以及占卜之类 因此有人认为 这些内容之所以要威克 因为关乎军事机密 商王朝是被周王朝取而代之 在灭伤之前 周人势必进行秘密的准备工作 这种记录当然属于国家机密 必须严格保密 所以聪明的周人就想到了威克的办法 在宁夏瑶河园遗址发现有甲骨文 在业界引起不小的反响 在接下来的发掘中 是否还会有甲骨文出现 大家都有所期盼 然后工地上他们就流传一句话 就是我们三个人同时不在工地的时候 就会有重要东西出头 所以前两天我还给他们 我们回去几天我们又开会 我们三人同时又回去了 然后我就发消息问他们 我说这次我们三个都不在 有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 结果呢 他在窗墓里面就发现了比较多的漆器 这个红色的这个摄影 因为这些小孩清理的时候 已经把里面的土已经刮掉了 它都出来了 剩下这些是都没有动的 就是只知道是漆器 但是它没有往处清 就把土没有剃掉 剃掉的话 所有都是颜色就是红色的 哇 都撬成这样了 先让它回软一下 就是刚才晒这一会儿就很 对对对 所以这个漆皮要特别迅速的 不能让它这么重 小工 下来看一下 哎呀 现在都起来了吗 哇 这个不行啊 这个 都传起来了呀 要不我们先给它做宝石吧 先做宝石吧 就不能先做漆器了 漆器工艺复杂 造型精美 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和极高的艺术价值 根据保存状态 考古出土的漆木器 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南方潮湿地区出土的 保水漆木器 另一种是北方干旱 半干旱地区出土的漆木器 后者常常非常遭袖 保存状态极差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 与文化遗产研究院的 韩向纳副教授告诉我们 目前 我国在博物馆展出的漆器 主要还是在南方出土的较多 保水漆木器出土时鲜艳完整 像新的一样 而北方地区的地下埋葬环境 不利于漆器的保存 导致漆器木胎腐蚀土化 漆皮收缩变形和开裂 出土时难见器物 仅留下残余漆皮痕迹 目前 对北方出土遭修漆木器保护 没有成熟的办法 这次 韩向纳副教授借鉴了 兵马俑彩绘的保护技术 来做漆器的保护 在宁夏东南边陲 红河流域 六盘山东路的彭阳县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队员们 正在紧张地发掘着 遥和园遗址 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历史记载的 西周时期的神秘诸侯国遗址 三千年前 这里有着怎样的繁盛 有着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 又能否在考古队员们 辛勤的发掘中慢慢展现出来呢 考古队员一直在努力确认 牧主人的身份 遗憾的是 众多文物被盗或者被破坏 虽然发现有甲骨文 但是信息非常有限 并没有任何和牧主人有关的文字信息 而在发掘中 一个特殊现象 引起了考古队员们的思考 在当时所发掘的墓葬中 绝大多数都有腰坑驯狗的现象 这个腰坑实践从新时期时代就已经出现了 延续的时间还比较长 在整个先期时期各个时段都有 我们这个墓地呢 这个大中小墓葬呢 普遍都发现了腰坑 原来是 我们现在这个墓葬就是夹子形这个大墓呢 原来我们想着应该不会有腰坑 这里边你就只能是这样 就把这个腰坑清理完以后吧 再把这个二层台打掉 然后你再看这个东西 那东西现在生进去了 还是就到那结束了 腰坑一般是指在墓底中央 墓主腰部下的位置 有意挖出的小坑 坑内训生或葬物 较高级的墓葬腰坑内还常见有训人 它是商代墓葬的主要特征之一 在姚和园已经发掘的近三十个墓葬中 只有一个没有腰坑 这里明明是西州早期的墓葬 怎么就出现了商代的墓葬风俗呢 而考古队员最初判断 这里的最高长官是周人 不应该是商人 马强队长告诉我们 进入西州时期 仍旧使用腰坑葬所的墓葬 应该为商移民墓葬 周灭伤之后 有过大举迁移被灭国的商移民 到西北地区树边的举动 这就是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就说明了 有可能我们这个区域 这个在这个州伐商之前 他这个这一批人呢 已经跟州有很好的关系了 他就周一就安排 周人就是安排这个商人在这个地方 建立一个国家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 周人把商人灭了以后 签了这一部分 这个应移民签到我们这个区域来 然后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国家 遥和园遗址存在过的西周时期的诸侯国 在藏制藏俗方面 有诸多与以往发现不相同的地方 诸如互相连通的墓葬形制 刀壩形马坑墓葬的形制 另外还发现了较多的车马坑 在二号马坑分为两层 上层是散乱的马的骨头 考古队员猜测 有可能是把马祭祀完再食用后的骨头 下层是十二具完整的马骨 白放整齐 在这十二具马骨下面 是否还有 有待进一步发掘 夜幕降临 万家灯火 当人们都在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时 考古队员们在野外的驻地 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总结 以及每周都要进行的知识交流 因为摇合园遗址的发掘 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